各位儒歌的刑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李应慧老师 是一位对木书和捐书非常有经验 有理念 而且也非常用心的一位老师 那么刚才我们有提到好读者 期望有好的作者 有好的作品 那么一位作者也期待有好的读者 能够接受他的作品 那当然这两者都要不断不断的进步 那么李应慧老师在选书的时候 等于就替接受书的人 替他挑选了好的作者 所以在这一部分 我敢很肯定的说 木书这一个工作事实上也是对出版社 对作者有兴趣写作的人的一个很大的刺激 那我们希望呢 有很多的读者 然后也能够相对的就刺激到出版社 愿意培植好的作者 然后呢留下我们台湾这一个 这一个世代的最好的一些写作的作品 或是画图的艺术方面的这些作品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从事 木书这个工作里面呢 附带也要去注意到的这一段 那么刚才 英慧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 他捐书到很多的地方去 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和金钱 来选购不足的种类的书来捐出去 所以在这里面呢 英慧老师首先会接触到很多的书商 我知道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说 对于那个接受书的单位的老师 大人们也有所影响 那么英慧老师在选书的中间呢 跟很多书商也成为好的朋友 那么这些朋友呢 也会在木书的部分 对英慧老师助一臂之力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 那个很感人的一些小故事可以来分享 我有个认识的书商啊 真的是协助我很多 那因为我也发现 他在卖书时的价格是很合理的 但是我并没有因为我木书 而就希望他给我优惠 是说他如果有机会 有一些书要特价什么 他可以优先告诉我 或者是给我一些方便这样 那比较有趣的时候 有时候他有一些零散的书嘛 那零散书就一本多少钱这样 那我就按我的能力挑我要的 挑挑挑挑出来 我说那这一批就是我要 那你帮我算算多少钱 他就算算算 好那这批李老师这边多少钱 那这批是我不要的 或是我没有挑的 那李老师这批算我捐的 好好好 所以我们两个很清楚 我买的该我买 他捐的算他捐 那我也是收 我记录起来谁捐多少本这样子 对所以我一直跟那个书上保值 很好的关系 是因为我觉得说他 他做生意可是他很公道 那他也很清楚 他的界限在什么地方 那我觉得他对我很尊重 是因为他知道 我是真的很用心在做 做这件事情 那他自己也看过 因为他还帮很多人木书送书 买书送书 所以他看了很多的情形 所以其实他们比我们更清楚 谁如何在做事这样子 所以他曾经介绍他一个客户 变成我的木书支持者 到现在 到现在都变成我一个很大 很有力的一个支持者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常说真的是广结善缘 对对对 什么事情是谁缘 可是在这里面 就是可以得到好缘 然后这是一个循环 像你说的这位书商朋友 他随手做好事 真的 对他来说也不费力 可是你看看 这样子是不是 得到一种很难以言喻的愉快 那这样子他每天在卖书 扛书这些东西 然后面对各式各样的客户 我想他的精神上 一定也是蛮富足的 是而且而且我比方说 有人需要书我也会介绍给他 因为他也的确可以提供 有相当水准的书籍 给需要的人这样 那他自己也曾经跟我分享过 他说他他虽然 虽然是从事这个工作 可是就是公道的做这件事情 那所以他说人家觉得说 我也娶到一个很好的太太 个性很好 有个健康活泼的儿子这样子 整个家庭很圆满 他也觉得很幸福 那我想这个真的就是一个 很好的回报这样子 对对对 这是就是在卖书的人 也顺便也变成了你的 木书的好朋友 是的 的确是真的是 那么接受你捐书的 刚才你有提到说有的国小也接受 是 那么在国小这一部分跟一般的私人机构啦 或是说陪读班这又不太一样 那么在这部分你有什么心得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国小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就有老师会负责 他有图书馆 那他其实影响力比陪读班更大 因为全校的师生都可以用到嘛 当然国小有大有小啦 有的只有不到百人的 有上千人的都有这样子 那我们并不因为人数而分别 但是我们会依他的需要而分别 那我在中部有一个国小跟我合作蛮久的 那这中间我们有合作过一件事情 应该不算合作 因为我不在现场 我只是提供理 我只是提供想法而已 但是他们 他们就做 他们透过影音 透过email什么 可以让我知道他们当时的状况 好像我也参与一样 那这位老师呢 他跟我也做过很多的沟通 那我们两个理念很一样 我们两个的理念是说 每一本书都有一个爱他的小朋友 这是我们的想法 那我就跟那个老师说 我说我虽然做很多的木书工作 我都把书到各的单位去 可是我更希望做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更希望做的是 每一个小朋友有一本他自己心爱的书 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 我希望书是走到家庭里面去 到孩子的床边 到孩子的书桌上面 不是一直在图书馆的 在图书馆只是初步的做法 那我们两个就这样常常聊这样子 那有一天 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 他说 我说书来 全新的书很好处理 很破旧的书也很好处理 就回收 只有那种不新不救的书很难处理 还有就是他一直重复被捐赠 所以我才说以后出版社 应该听听我的意见 为什么他会一直被重复捐出来 就是他看了以后就没有长远的功效了 他就被捐了 其实那些书真的不用再出版了 那一直在全部 一直重复捐出来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呢 因为我又不能重复一直捐到同一个地方 当然我会尽量一直找不同的地方捐出去 可是久了以后他还是会一直重复出现类似的书籍 那而且又不新不救 那如果说把他做资源回收真的太可惜 因为他还可以用 可是作为图书馆的馆厂 他可能没有多久就被必须被报销 而且也因为这样子的话 小朋友可能不是很爱借阅 没有兴趣 对所以这个这样不上不下 不信不救的书怎么办 因为老师你能不能说一下哪一类这样的书 我不知道也许我也会陷入这样子的一个困境 就说有那种是不是不太受欢迎的书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不太受欢迎 就是说他应该是比较有时效性的 比方说他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事件 我曾经收过一批全新的书是 那时候不是有一碗面的故事吗 那有人为他写了这样的一个书 那可能大家要支持他 所以他就买了三四十本就全部捐来给我 那我有把它拿给小朋友测试 可是小朋友并不爱看 因为那样的话题可能不是他们喜欢 这才是说我们大人的想法 有时候不是孩子需要的 可是他是全新的书 但是我还是尽力每个陪读班都送一本 因为这是捐赠者的希望这样 所以我很怕这样的书 就是他是有目的而出版 那我打擦一下 这个就是我非常关注的这个写作者 写作者的文学素养 也许好的文学作品 你看起来并不觉得 这是个文学作品所以我来读 那一般的读物呢 这个写作者需要有一个功力 就是要写的让人家引人入胜 如果只是把好一碗面的故事是非常感人的 对 是社会事件 对 很令人感动的 可是我们知道了这个事件之后 他写成文字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读性 对 这里面可能就比较存疑 还有他的故事性 把这个故事叙述出来 那么人家会觉得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读那个24校的故事一样 一样一样 有点说教的成分了 是 这就是写作的问题 对 那有的故事呢 譬如说孤星类 有很多文学名著 他那个故事实在 你也不是说多么的曲折 匪彻 非常怎么样的感人 可是他因为他的文学笔触 是 他就让他有可读性 对 他陈述内心的这些 打动人的心理 的部分 让看的人就从内心里面引发一种感触 就像说很好的连续剧 很好的戏剧呢 他不用哭得稀里哗啦的 就让你从心里就是要流泪 他几句对白 你就感动得不得了了 对 那真的他哭得稀里哗啦的 你反而哭不出来 因为他把什么都表演出来了 对 所以我这里面还是很深层的觉得 写作是一个大学问 是 如何写得你要叙述的这一个东西 能够打动人心 好 那这里面我们 像英卫老师这样子 因为木书就读了大量的书 是 所以你的这个鉴赏力是非常的厉害啊 应该不能说很厉害 但是我想累积我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训练自己去培养 我想这就是Sense 所以我们在学任何 就是在阅读里面 在学某一样乐器或是学某一个功课 电脑技术任何任何任何的技术层面的东西的时候 要有人文思考 是 这样子的话 才会培养出你的鉴赏能力 那有了鉴赏能力的时候呢 才可以说你是懂得阅读的 或者你是懂得钢琴的 你是懂得 不一定要这个技术非常的纯熟漂亮精湛 可是一定要有审美观 是 鉴赏的能力 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刚才我好像打岔了 英卫老师说到的是这个国小 有什么有趣的活动 因为后来这一批书 那个在学校里面也很多 那我这边也很多 后来我就跟老师你们讨论一下 基于我们这两个的理念 就是我们希望每个小朋友都拥有一本他心爱的书 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证书会 在学校里面办了一个证书会 那这个老师就把图书馆这些老旧的书全部整理出来 那我也捐赠了一批过去 那他就视线做了一个宣导 就跟小朋友说 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时段 我们要办一个证书会 那这个证书是谁谁谁谁捐赠的 那这些书呢 是有计划要送给小朋友的 因为我们的图书馆已经有了 不需要再那么多本 所以有多出来可以送给你们 那你们可以自己来挑选 自己挑选 每个人挑选一本 那这本呢 是要你喜欢的才选 那你如果没有选到你喜欢的 你也可以为你的弟弟妹妹 或是邻居朋友选 那以后不看的时候 你还要转赠给他们 要将书做最好的运用 而且要真的喜爱他 那你要珍惜这些人给你们的爱心 这样 那结果证书会办得非常成功 这位老师也是很了不起 对 因为他做了宣导 我觉得最重要是做了宣导 然后事先说明他怎么样使用 然后也告诉小朋友们说 你要你要怎么做 还有学校到其他的老师有配合 所以每一个 他是按照年龄 让每个时段的小朋友进去 没有全部都进去 全部就是很乱嘛 那我从他拍来的照片里面看 真的是非常踊跃 时间还没到 小朋友已经在外面排队了 这样 期待 很期待这样子 因为那个地方 可能家里是没有书的 因为那个老师要成立 班级图书书的时候 孩子们带来的是农民礼 或是家里的佛经 可见家里是没有这个书的 那所以小朋友反应很热烈 然后呢 拿起书来就看 然后去跟老师 让老师做一个记号 说这本书是可以给你的 才能够写上他的名字 这样子 那这个回应非常好 后来小朋友们给我写了很多的谢卡 告诉我们说 他们真的拿到书了 这样 那其中有个小朋友留言最有意思 他说 林卫老师 虽然我不知道你长得怎样 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 大大大大大好人 你送的书我们都收到了 这样 我觉得小朋友很有趣 那我心里想说 我长得怎样真的不重要 那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 他已经有记忆了 他已经有感觉得到了 那他们也会在信上告诉我说 他以后长大了以后 他也会像我这样 去帮助一些没有读书的 没有书可以读的小朋友 这样 我想木书我让他发展了很多的空间 这些都是很有趣的地方 所以他让我觉得我的人生无限宽广 对 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什么都讲究立竿见影的效果 还有什么都要表面功夫 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 事实上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一步一脚印的去做 用心的去做 而后来呢 你会看到满园这个花开茂盛 其实回馈是非常美好的 那可是前面的这个耕耘的工作 可能默默辛苦 不过我觉得 要把自己的喜悦也融在里面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满心的欢喜 然后呢 分享 把自己的喜悦也分享出去 我想这是我今天访问李应惠老师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收获 谢谢李老师 谢谢 那今天我们跟朋友们说再见